蔡美满的先生于民国90年罹患癌症过世 留下父母及三名年幼的子女 当年她41岁 每个月工作的薪水只有2万出头 却毅然决然挑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不做其他选择 我都常常跟我妈讲说 你放心啦 我年轻没给你帮了 我现在没给你帮起来 毕竟我们也有年纪了 我们要将心比心 一个80一个84了 身体都走消坡了 我们更需要照顾她 这是硬尽的啦 我想说他们都没儿子了 我再离开他们 他们不是更可怜吗 16年过去 孩子虽然已经长大独立 蔡美满每天仍然准备好老人家的午餐 才出门上班 公公目前患有轻微失智的问题 她很庆幸婆婆还能照顾她 并且协助家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